这个在德国小镇出世的人 132年前坐船到了美国 16岁的他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护照 属于非法移民 在纽约做理发师为生 19世纪末北美出现淘金热 传媒报导他看见商机 由本来叫做道朗普 改为比较美式的特朗普 并且到加拿大开了兼营色情勾当的客棧 饭店赚淘金者的钱 这是当年客棧的宣传单张 当地掃当非法妓院 他带着赚来的钱一度回德国 后来又重返美国 在99年前病逝 留下三个子女 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爸爸 特朗普的爸爸 靠他在德国移民来的爸爸 经营包括色情业务赚到的财富 作为第一桶金 发展房地产发达 成就了今天的特朗普 限制部分移民入境的特朗普